台湾忠实新闻完4月7日报道称 解放军辽宁舰航母战斗群 近日通过宫古海峡后进入太平洋 引起日美高度关注 事后中国国防部又称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训练 未来将常态性的组织类似活动 其警告每日误在台湾问题上 轻举万动的运营极为明显 本次执行对台威慑任务的辽宁舰编队的规模 是他多次远海演训中最强大的一次 这六艘舰艇上的各种导弹发射器的总数 比整个德国海军舰艇的搭载总数还多 从历次辽宁舰航母编队的远海演训的过程来看 其都是以台海与东海为主 对日本、美国以及台湾地区的局势 做出针对性回应 这次菅义伟与拜登即将进行会晤 日方已事先放话将就台湾地区 与亚太的战略与安全议题进行讨论 中国大陆必须在东海与台海 两个攸关主权的议题上强硬表态 无旅往中国海军新闻发言人证实 中国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 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训练 而中国首收国场航母山东舰 近期也在各大媒体上精彩亮相 展示了许多精彩细节 我们的双航母上头条引发了多番关注 在海军发言人的介绍中 中国海军能将按计划 常态组织类似的演训活动 这句话格外的引人瞩目 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海军 对航母这种装备已经理解纯熟应运之路 他们可以听从指挥随时能战 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优利工具 就人民海军目前的两艘航母来说 辽宁舰实现了中国航母零的突破 是中国航母之路的开路兴奋 在辽宁舰基础上 山东舰对雷达电子系统和舰载机运作系统 都进行了改进和优化 体现了人民海军对航母作战的更深理解 实现了性能的轻出于狼而胜于狼 而从辽宁舰2012年入列到山东舰2019年入列 中间间隔不到十年 根据公开报道 辽宁舰航母编队在2018年 就初步形成了体系作战能力 就航母这样复杂庞大的装备而言 中国实现双航母可谓神术 它们具备强大的战力的速度 同样是令人惊喜 航母一直被视为现代海军的重体 凭借各型的舰载机和护舰 以航母为核心的编队 具备强大的攻防作战能力和态势 感知能力 之前作为中国航母明星专备的歼15战斗机 已经进入了夜间起降 而夜间伙伴空中加油等高阶课程 其作战半径和全天候作战能力都得到了跃升 相信这种优秀的重型的舰载机平台 将来还会不断地改进 有更多进步之处 烂烂眼前一辆 迟迟根据日本方面公布的照片 辽宁舰甲板上舰载战斗机 收旧直升机的预警直升机严正一代 显示了良好的实战化水平 此外 远海训练的辽宁舰编队中的水面战舰 都是近年来陆毅的新锐 0512D型驱逐舰和0514A型护卫舰 泰式感知性能优良 具备较全面的对海对空打击能力 被称为航母奶妈的呼伦胡舰 补给方式多亚补给能力强 标志着海军远洋宝战能力越上的新台阶 特别是辽宁舰首次和055型驱逐舰 组成了战斗搭档 或者具有较强的信息感知 反空反导和对海打击能力 是世界大型水面舰发展的引领之作 这种强调联合也能注意 这炉有了先进隐形战斗机 才能够烂一根针破一张网 对敌方关键节点进行精确破细的战法 成为了现实一样 中国航母的出现能够烂人民军队的 打赢工具包里面多几件更衬手的工具 航母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好的陪练 可以更好地磨练对付敌人航母的能力 在陆机预警机和侦察机的支持下 航母编队可以获得更为优异的态势 感知能力 对对手的可能动作一览无语 航母编队可以同远程导弹 战斗机或轰炸机的陆机力量相互配合 增强打击效果断照更强的联合作战能力 当拥有弹射器的新一代国产航母称呼现实 先进舰载隐形战斗机 舰载固定预警机 和无人机等先进的航空装备 出现在它的甲板上之后 将会让打赢遏制更有底气 美军罗斯富豪航母 于四日再度地开进南海 挑事意味不言之明 人们可能还记得 去年正是该航母因爆发疫情 成被迫的趴窝关岛 令美军当时在西太平洋 一度地出现航母空穿 也让美军大丢颜面 而当时整个西太平洋 唯一在活动的航母 正是中国海军的辽宁舰 一年后 这两艘航母又一次在西太平洋同旷 这大概证明了这样的事实 航母不再是被美国垄断的东西了 与美国航母沦为美国政客耀武扬威的大半不同 我们的航母会让万图分裂 祖国疆土的萧小档汉 会让企图进行军事冒险的野心家冷静几分 会为世界的和平投下重重的砝码 今后我们飘扬着八一军旗的航母 一定能够在西太平洋上留下更多精彩的寒迹 这段时间以来 美国在南海武装挑衅的评斥 烈度不断增强的同时 其他的一些域外国家也开始追随美国步伐 打着自由航行的旗号 频频在南海刷存在感 当然在欧洲国家中 若论在南海搬弄是非 叫嚣示威最善者还是要属英国 英国海军以及首相约翰逊先后确认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将于2021年部署南海 延南日不落帝国要回光返照了 一时间在西方媒体的顺量之下 南海延南成为了一个大国博弈之海 炮剑横行之海 事实上南海争端曾在2016年 所谓的南海仲裁案之后达到了高分 但此后 世界主要当时方政府换届 加上中方与相关各方不断努力 局势明显降温 2017年5月 中国与东门十国 审议通过了南海行为专政框架 为重根本上解决南海争端提供了法律依据 可以说南海分平滥尽对域内国家是有利的 但不符合一些域外国家的利益 他们因此不远万里的来搅洪水 自2016年开始英国的南海政策和行动就越来越具有挑衅性 英国可以对南海如此乐行 甚至在自身海军军被一地鸡毛之际 频频地打出了军事牌在南海伴着华盛顿干上火 主要原因还是英国在脱欧后的外交选择更少了 没有了欧盟 英美关系的重要性进一步的凸显 英国在南海政策上积极地向老大哥美国靠拢 以强化两国特殊关系以及其在别约中的地位 此外脱欧之后的英国似乎换上了大国身份认同焦虑 急需一个舞台展示自己的大国地位 而英国外交策略研判 印太地区正在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 除本地区以及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在这里部署航母战斗群是非同寻常的行为 尤其是南海这个万众瞩目之地 英国将其视作最佳舞台 与此同时英国也被海外的网友吐槽到 别像个帝国一样没有欧盟 你只是一个中型国家 除了英国 法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行动也越来越频繁 军舰频频地穿梭于南海 以此加强在这海域的所谓军事存在 在南海 中国的立场非常明确 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 在南海享有的航行与飞跃之有 但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 危害中方主权和安全破坏地区和平安宁 在南海局势紧张时 欧美列强三分点火 而在南海局势趋缓之际 作为域外国家又开始大搞捞掉牙的炮剑外交 如果背向太阳 看到的只有自己的影子 欧美政客把南海当作捞取政治资本的副块 在这个大舞台上的卖力表演 都不过是尽嫌丑态罢了 对付都不过是尽嫌丝味味 Cleveland 在这一段时间不过是尽嫌 希望很多人都放在日本 否则是尽嫌的 我也要明白